她决定先去洗澡再慢慢收拾杰夫 在海莉离开后 杰夫用力挣脱了绳索 她赶忙起身查看自己的下面 结果发现自己还是个完整的男人 原来这是海莉对杰夫的精神摧残 此时杰夫想到报警 可以想如果报警自己也会因犯罪被抓 于是她打消报警的念头 决定亲自教训海莉 她拿起手术刀冲进浴室 可遇事空无一人 只能她感到疑惑 是海莉突然从后方出现 将杰夫垫晕在浴室中 海莉赶紧清理掉自己来过的证据 打电话骗杰夫的初恋让她过来 随后把杰夫吊起来逼她自杀 但杰夫又一次挣脱了绳子 开始追海莉 二人一路来到天台对峙 海莉拿着枪威胁杰夫 要么你上吊自杀 我会把你的罪证销毁 要么我公开你的罪行 你的余生都会在金狱中度过 而你的白月光会对你失望至极 海莉接着表示 已经给杰夫的初恋情人发了信息 她即将来到这里 话还没说完 海莉就准备脱衣服 装成一副被抢暴的样子 看着远处初恋女友的身影 杰夫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 她套上绳索选择自杀 直接从天台上跳了下去 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的了解一个人 或许表面人畜无害 实则道貌岸然 但只要做错了事 总会受到惩罚的 闻人事提供 恋恋人家 但修行